但您关心学校附近的影音店因为怕被检举 所以不敢公然的印教科书 不过呢 其实大学生倒印教科书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只是转成了地下化 有一份最新的调查就显示了 有八成五的大学生 明知倒印是违法的 却还是倒印 更有三成的学生表示 这个影音本就是老师提供的 老师并不会制止他们使用盗版 大学生拿着正版教科书到学校附近影店影印 明知违法还是照印不误 一本四版页的书正版要三百二十元 学生四页缩印成一页 加上正版影印只花四十多块钱 就到印出一本迷你版 同学看了还叫他多印几本 而授课的教授就是原作者 明知学生犯法却也默许 有些同学他们想说 你既然一本书有二十几张 你只上前面十张 那我为什么要买一整本 我觉得是老师自己 他本身就要跟学生讲说 买原文书的重要性 学生认为需要的内容 其实就是考试内容 有考到就需要 没有考到就不需要 我们是觉得学生的观念 可能还需要再修改一下 八成五的大学生明知盗版违法 却还是倒印教科书 三成的学生说 影印本是老师提供的 四成三的学生说 老师不会制止他们使用盗版 其实这些老师经常就是原著作者 也就是盗版的受害者 等于是掰石头砸自己的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周应